早晨一杯水可以预防脑梗 该怎么喝呢 大家好我是赵一号教授 很多人说早晨起来一杯水 脑梗不敢上门 可以有效的预防脑梗 那这是真的吗 今天呢我来告诉你啊 早上喝水是非常有利的 身体经过一晚上的代谢 就会损失很多的水分 所以早晨起来喉咙会干 及时的补充水分 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粘稠度 有利于促进血液的循环 同时也有利于通便 那么早晨起来喝的这个水 应该注意什么 第一早晨应该喝温水 不要喝凉的 中医说呢 早晨的时候身体是阳气生发的时候 喝凉水就会伤害到脾胃的阳气 就会使脾胃虚弱 如果喝过热的水 会破坏了食道的粘膜 所以喝温水是最合适的 但这温水怎么做呢 以前看我视频的同志啊 可以想起来有个阴阳水 阴阳水呢是把凉水和热水混在一起 千万别反了 我们都知道热水呢是往上蒸腾的 所以一定要把热水放在底下 用凉白开去对着这个热水 这样才成为标准的阴阳水 不要反着做啊 这第二呢 早晨呀没有必要喝淡盐水 这因为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丢失的主要就是水分 而不是盐分 第三呢喝多少量 建议大家早上喝200毫升 温白开水 有利于呢扩张血管 让血管更加通畅 不容易形成血栓 降低脑梗的风险 千万记着啊 这第一杯水 一定不要喝饮料 喝浓茶来替代 你记住了吗 秋天的好消息 脑梗有救了 希望真的来了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余年 今天呢我要强调一点 入住这个平台呢 为了服务大众 我擅长治疗脑梗 脑梗后遗症的这些问题 从医这么多年以来 见过太多太多被脑梗 折磨的患者 所以呢更希望脑梗的患者 用小的代价 获得更多的疗效 如果说你在当地的治疗 效果不太好 大家可以找我 我可以帮你对症治疗 争取让大家少跑冤忘路 得到更好的疗效 如果你也支持我 可以点上免费的小红心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会为你辩证分析 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老中医的八大口诀背下来 保你少生病 第一句呢就是 一日三早 长生不老 核桃山中饱 五肾又见脑 第二句 胡萝卜小人参 经常吃长精神 心无事营养好 貌美年少 疾病少 第三句 晨起吃三片姜 如喝人参汤 第四句 宁可食无肉 不可饭无汤 第五句呢 宁可锅中存放 不让肚子保障 吃米带点糠 营养又健康 第六句 早吃好 午吃饱 晚吃巧 若要身体壮 饭菜嚼成姜 第七句 有泪尽情流 疾病不会有 要补食补 不如心补 第八句 人有童心 一世年轻 笑口常开 青春常在 再送你句口诀 一如一道 一世流 三字各话 万千秋 到底说了什么话 一字真言 笑不休 闹共血不足 按这个血尾 每天花上几分钟 气血就通畅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是经常的感觉 浑身乏力 工作的时候 还总爱走神 效率也不高 去医院做了检查 既不是高血压 又不是高血脂 什么情况导致的呢 很可能是比这两个情况 还要严重的 大脑共血不足 大脑共血不足的人啊 经常就会出现身体这几个表现 浑身没有力气 事物模糊 经常会感到恶心 想吐 呼吸不畅 持续性的失眠 记忆力减退 颈椎的酸痛 身体发麻 面色苍白 精神不集中 这些现象 医学上呢 把脑的共血不足 分成两种情况 急性的脑共血不足 和慢性脑共血不足 急性的脑共血不足 往往出现 头晕 头痛 言语无力 肢体麻木 这些情况 中风就是急性脑共血不足的一种表现 而慢性的脑共血不足呢 在生活中非常多 除了会有刚刚我说的那些表现以外 同时还可能会出现语言 视觉或者肢体运动的障碍 那怎么才能预防脑共血不足呢 今天就交给大家一个小妙招 可以每天呀 按一按 一封血 一封血呢 具有活血去风 通窍 醒脑的作用 可以改善大脑共血的状况 通过增加脑的血流量 增加含氧量 消除大脑的疲劳 恢复精力 使人气血充足 神采飞扬 它可以使紧张的情质变得松缓 使肝胆经的淤质得到舒畅 所以它也是松结我们心情的一个重要血 而且呢 这个名称叫一封血 它和封有关 凡是封疾之症 比如说迎风流泪呀 风寒引起的头痛啊 遇到封以后就容易流鼻涕 风湿性的关节炎 风火眼疾等等这些风疾之症 都可以用一封血按压来改善 一封血呢 就位于我们耳突前方凹陷的地方 揉的时候呢 可以用大拇指指尖点按住一封血 按压上两三分钟 早晚呢 各一次或两次 赶紧去试试吧 老梗不要乱花钱 再加四个黄金康复动作 帮你恢复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后呢出现身体的偏瘫 手脚的麻木 这些症状的朋友呢 今天给你们分享四个黄金的康复动作 这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拍八虚 八虚的位置 腋下两个 肘两个 扶个钩两个 窝窝两个 一共八个位置 去拍打 这样呢对八个打弯的这个部位呢 进行血液循环的增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脑梗后遗症的患者肢体不利 我们针对关节的拐弯处 比如肘关节 要进行强化弯曲动作 进行伸展弯曲 这样的动作 第三个呢 要进行大关节的转弯和转脚踝的动作 这两个动作 畅通手臂 以及下肢经脉畅通的关键点 第四个动作呢 就是针对着手握举无力的情况呢 要多做抓握的动作 手可以抓握 脚也可以进行抓握 在脚站着地面的时候 用脚的五个指头去抓地界 再放松 这四个动作 你记住了吗 血管堵没堵 腿脚早就告诉你了 当身体出现某些情况的时候 去医院查血管 可能已经晚了 那我们平时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有没有堵塞 今天就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抬高腿 可以平躺着在床上 然后慢慢的抬腿 抬到极限的时候 双腿悬空 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坚持两分钟 然后你再慢慢的放下来 观察这两条腿的状况 如果刚开始的说这两条腿都已经苍白了 慢慢慢慢的皮肤才变得红过来 说明你部分的血管可能就有堵塞了 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触摸一下你自己的脚背 脚背呢 是离我们心脏很远的地方 血管有没有堵会直接反馈在脚背上 特别是脚背正中间最高处突起的这个动脉 中医又称为浮阳脉 正常情况下我们能摸到这个脉搏的波动 这也是我们古人说 好脉要三步九后其中一个部位 当血管堵的时候 这个动脉的波动就会变弱 甚至就消失了 而且呀 这个部位甚至是整个脚底板都是冰凉的 走路自然就不灵活 而且呢 有酸胀的感觉 疼痛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的下肢血脉一定就没有畅通 这两个小妙招呢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赶紧自查一下 血脂高了 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患者说啊 要不是体检都不知道血脂高 平常没什么症状 那没什么症状就等于危害不大吗 有的人血压已经200了 没有任何症状 这是俗话说的 绝太差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血脂高身体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人的血管变不全身 就好像交通公路网 血脂常年的偏高 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就容易增多 过多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钻到破损的血管内层 阻碍了血管的修复 不仅如此呢 他还会纠集一帮好兄弟 单核细胞 淋巴细胞 在血管内变成为泡沫的细胞 让血液中的胆固醇不断的吸附到血管壁上 最终形成了动脉周样硬化的斑块 这时候呢 畅通无阻的道路就会变得坑坑洼洼 好端端的血管就这么被堵了 而斑块如果破裂以后呢 就会随着血流在血管内乱窜 如果遇到狭窄处就会堵住了血管 堵在了心就是心梗 堵在了脑就是脑梗 堵在了下肢就会出现影响走路了 如果处理不当 很可能会丢掉性命 所以血脂高一定要重视 千万不要不当回事 这是我们说的身体里边的变化 当体检没查出你血脂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人体已经有了变化 你一定要重视 最明显的标记就是嘴唇紫暗了 舌下有两条淤青 脸色暗淡也无光泽 还有斑 这些都显示着血淤的标志 记住这个穴位 没事呢按一按 缓解高血压 如果脑筋急转弯 我问你啊 我们身体上就这一个血 按它就可以通畅全身的所有的器官经络 让气血通畅 这是什么血 耳血 因为我们人的耳朵呀 是一个倒置的婴儿 全身的缩影都在这个耳朵上 下面是头 上面是尾 所以在耳朵上呢 遍布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如果把你的耳朵经常的按揉 让它变软 就像你用手去按摩我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一样 全身都得到了畅通 耳朵呢 虽然小 它关联的穴位可真不少 我们身体里边组织器官在特定的反射区 我们用手没事的时候就要搓 你看你的两个耳垂把它弯下顿一顿多捏一捏 这可以起到一个明目的作用 我们耳尖上啊 背后有一个降压钩 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就是你多揉这儿 可以起到一个辅助降血压的作用 耳朵要软身体才好 硬的一定要把它揉软了 赶紧行动起来去揉耳朵吧 身体多处长节节 牢记这四吃四不吃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查出了肺节节 甲状腺节节 乳腺增生 并不可怕 但是呢 我们在饮食搭配上要合理 既营养又健康 四吃四不吃 更有利于节节的消失 我们先说这四吃 第一就多吃一些富含微生素的食物 比如说苹果呀 香蕉啊 辛胡适 它就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第二呢 一定要吃的就是蛋白 比如说鸡蛋 优质蛋白 瘦肉这一类的 提高了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 第三呢 就是多吃消肿散结 这些功能的食物 就比如说丝瓜 它能够通络 把这个不通的淤结给散开 第四呢 多吃一些粗粮杂粮 比如像玉米 燕麦 有助于人体的营养均衡 而且呢 还能减脂 四不吃是什么呢 第一是高脂肪 高胆固醇的食物 油炸的食品呀 动物的内脏 食用过多 不仅对脾胃造成负担 还容易影响我们身体里的正常代谢 痰失重了 对节节也是有影响的 第二呢 是少吃腌制品 比如说酸菜呀 咸菜呀 这类食物呢 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对身体有害 同时呢 还有可能致癌 第三呢 是辛辣刺激的食物 比如像芥末 辣椒 大蒜 尤其是对于乳腺节节的患者 食用过多呢 就有可能对节节造成刺激 导致病情的加重 第四就是含有酒精的饮品 比如说白酒 啤酒 过量的饮用 会对身体有损害 很有可能对节节也造成刺激 导致节节增大呀 以上这些 大家都记住了吗